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咱们就聊一下咖啡馆 现在上海的咖啡馆主要有哪几种 以你的了解 那很多 大部分你可以分为两种 一个是联手的 还有一个是独立的 独立的一般是集中于市中心那些地方 就是那些小资的地方 年轻人喜欢逛的 喜欢去拍照打卡 这个是非常多的 包吁康路这些 因为很多文艺新年都有一个开咖啡馆的梦想 对 这是独立的 还有就是连锁的 连锁的那就更多了 连锁的非常多 而且像走马东一样 很多以前我们喝的连锁的 现在都没了 比如那个 咱们现在所在的这个楼下面 有个三分之一 好像没有了 这是连锁的吗 它不是一个非常大的连锁 小连锁 以前他们试图引进的一些连锁的 比如我记得有个叫想咖 这个好像是意识浓缩的 这个当时开了不少店 还有一个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印象叫咖啡陪你 没有印象 这个是韩国的一个连锁 咖啡冰 韩国不是me too吗 好像有一个 就是什么 就是现在的咖啡店 其实有些名字很奇怪 上海就是这样 就是有一些 你从来没听说过 但是价格又非常贵的一些咖啡 上海有个非常贵的叫rumors 罗马兹 这个是一个日本人 在一开始在湖南围族图馆那边开了一个手冲的 它是单店吗 就是一家店吗 现在也不是一家 现在还有两三家 但是我印象很深 因为这个大概十多年前 它刚开的时候 一杯咖啡就是六七十 那时候够贵的 因为它是打造 它是号称日本的匠人精神 这个我们国内可能也比较吃这套 比如说寿司啊什么都挂上日本酱 这几个字 都可以卖很高的价钱 这个它是从一个单独的开到了一个联锁 也挺厉害的 其实我想说的还有什么呢 有一些比如说之前太平洋咖啡 太平洋咖啡现在还有 但是非常少 这个以前也是开了很多的 好像是华日的 还是把它引进过来的 最厉害的肯定就是星巴克 星巴克你像它这个店是一直在开 而且它能开得下去 很多你会发现这个咖啡店开了两年 开了几年就不行了 它根本撑不下去 但是星巴克是非常厉害 但是现在有一个很厉害的挑战者 就是瑞幸 瑞幸 小举者 瑞幸也有一个很厉害的挑战者 就是库迪 这个就是瑞幸的那个录制料 他本来想把这个瑞幸夺回来 夺不回来 没办法 现在就开了 自己开了一下 库迪是找了这个梅西代言 瑞幸9块9 库迪是8块8 也是他先出了8块8 然后瑞幸赶紧说 那我9块5一直要 但是我没有买到过瑞幸那么便宜的咖啡 瑞幸每天都在发券 这个就是一个 因为有的人你像你的视频宝贵 或者你不愿意搞这些东西 你就错过了那个提醒 你打开瑞幸 我前几天点的时候 他直接上来一个就是9块9的 就告诉你 你要领这个券 有的你可能懒得领 你觉得是骗人或者麻烦 你不领的你就花 你要预存钱吗 不用吗 不用买 美式啊 或者除了这个酱箱 酱箱因为它成本的 里面有10块钱的茅台在里面 他不能9块9 买给你 其他的都是9块钱 这时候瑞幸 怪不得 差不多每天 你要开了这个提醒的话 他每天会有一个 你这个9块9的券入到账 那8块8的就可以买到吗 8块8的 随便买 酷箱随便买 COTTI COTTI 他就是这个入中药 肯定看到了 老老实实做咖啡 不许搞那些财务 或者造假账 他现在也不账钱 所以他现在就又搞了一个 这个酷箱咖啡 而且很多地方 酷箱咖啡开的跟这个 瑞幸是很近的 就是正面交通 然后还有一些国产的 这种新势力 比如说Manner Manner这个也是 靠着他的质量还不错 然后呢 他的这个价格又比较低 而且他一开始 我不知道现在 有没有外卖 他到时候是不做外卖 因为他说我的利润 好像没有外卖 还要自己去过去拿 对 他说我本来利润就很低 你这个美团 一单起雇 就是4块钱 或者20 对 我根本不愿意付 我付不了这个钱 所以他还有一个 就是带杯子 捡几块钱 这个跟青马克的 逻辑是一样的 那你又是自己去拿 又是自己带杯子 这个可以买一个 咖啡的价钱 说得非常低 所以他一下就 也冒出来 跟他类似的 还有这个 M-Stand 还有Seesaw 这个都是现在比较火的 还有一个 皮椰 皮椰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朋友引进的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印象这个人 在推特上叫紫寿司 紫寿司 我也认识了 他本人也是做咖啡的 所以他就引进了这个品牌 有一个咖啡 你肯定知道 叫鱼眼 Fisher 鱼眼一开始是北京 它也是一个独立的店 现在开了很多的这个连锁 好像上海也有 但是 这个 这个不是最成功的 他最成功的 还是把这个皮椰 皮椰 引进到了 上海 我当年看他发一个说要引进 不是 他私下说的 他说要引进一个美国的很有名的 我一直在猜到还有 还有 还有 没引过来的吗 该引进的都引进了吗 还有吗 结果就是后来就答案揭晓 这个 这个人 现在去了印尼 到那干嘛 他去年开始在印尼那里 开了一个连锁的咖啡店 叫Tomorrow 但是他这个省掉了几个字 TOMORO Tomorrow Coffee 在印尼据说是一个焚火的牌子 大概在连锁里面 也是排进前期的 就是 排第一的是冰雪冰城 然后第二排 可能是非常好的 因为我也是在朋友圈看到 那他不怕被排华吗 印尼 当然他这个牌子 可能也不一定能看出来是中国的吧 我觉得 就像我们有很多牌子 我们看不出来是国外的 但是我觉得这个排华 已经过去很多时间了 你不可能说 每隔几年来一次 那可能有这个风险 但是我觉得还好 我最近发现一个趋势 就在恒山路上多了很多茶馆 这个茶馆呢 也是就是跟咖啡店差不多 但是它分一层和二层 一层呢 一杯茶大概也是48块钱左右 但是可以蓄杯的 你就可以蓄水 但二层呢 就设了最低消费 二层有雅间 就是其实也不隔人的 就是那种 这样做起来 比这个下面一楼舒服一点 就这样的话 如果你见个朋友啊 在这儿喝杯茶 感觉比那个喝咖啡的 感觉还要好 因为它水可以无限蓄嘛 你其实可以喝一下午 咖啡 星巴克你也可以无限的 轮廉要水 星巴克的这个 基本上就是决定了 它是一个 很多这个白领过去办公啊 或者在那儿谈判的地方 星巴克卖空间嘛 对吧 所以从中国人的角度来说 你卖空间的话 不一定我附带卖茶 卖咖啡 我可以附带卖茶嘛 理论上就是 你中国人应该更适合喝茶才对 所以这就是洗茶这种 清茶也能成立的道理嘛 同样是我在这个空间 我要待一下午 你是 很多人是不喝咖啡的 我现在一喝咖啡 我晚上可能就睡不着 这是很大的一个问题 但是茶的话 可能是从小喝或者什么 我们的体质更能适应于茶 那现在有一种说法 就是大家消费都降级啊 就是比如网上有一个 有一个人他说 就是现在咖啡 如果你是 你是在这个咖啡店喝的话 你肯定是亏的嘛 就是你等于说喝的是低端豆子 但是出的也是高高的价钱 你如果在家喝才是消费升级 你怎么看这个说法 我觉得那他没考虑是时间的程度 对 你再加一点 你还得选那个豆 而且你 咖啡店它因为是集中采购 像瑞幸这种 我相信他可以把咖啡豆采购的价钱弄得很低 因为我规模太大了 其实还有一个冷知识 你像星班克他每年采购牛奶的钱 超过咖啡豆的钱 其实牛奶才是他的最主要的商品 他卖的牛奶比咖啡要多 对 那他采购牛奶 他也可以采购到用很低的价格采购 对 包括瑞幸 比如说瑞幸拿的那个茅台的价格 是我们没有办法想象的 它其实就是 它是用一个正常的价格买的茅台 我们是拿不到正常的价格的 那这个就来到优势嘛 因为它可以用茅台糖 我一下要好像三吨还是多少 你不可能 你只能要一瓶 一瓶茅台 人家就是加半日五十的价钱 就是从咖啡豆的角度讲 他们采购的应该 更加专业 更加便宜是吧 对 你个人去买 你是一个零售 你买咖啡豆肯定是贵的 但是我知道它的逻辑 这就相当于 比如说你在饭店吃 不如你在家里 但谁会天天有时间在家里做 傻子也知道在家里 这就是问题嘛 对吧 你要手冲 要搞那个率直 搞那个人这把糟的 或者你要买一个很贵的咖啡机 对吧 你可以把咖啡店的生意模式 想象成共享咖啡机 对 对 我现在这有一咖啡机 当然也不乱自己带豆子 但是我豆子也准备好了 就是大家用一条 我自己的咖啡机 豆子的原料成本钱给你 然后你给你做出一杯咖啡来 这个我觉得 道理不是很那个 对 我有一个朋友 他叫 有小刀 他在行中呢 他就是建办公室 但他在办公室里 他就 制了这个 手冲的这些东西 有那个秤啊 天平啊 还有这个 就是关键是那个磨豆机 手扬磨豆机 每次去的时候呢 他都给你一个编号 比如我的编号是51 然后这个 这样的话 他自己开的这个咖啡馆呢 他叫 墙角咖啡馆 但是不对外营业的 只是对朋友营业 渐渐的就成了他的一个品牌了 这个墙角咖啡馆 去过很多杭州的这个名人吧 比如说这个 获过这个 和赛大奖的附庸军啊 还有这个 一些 上杭州本地的一些 零售界的名人 像丽灵啊 这些人 他们就是 其实这个咖啡 更多的对于我的朋友 岳小涛来说 他成了一种 他个人交际的一种 道具 对 对 这个其实 他是有时间这样 慢慢做一杯咖啡的 这个做的价值是 高于在家里 自己弄上这一套 煮一杯自己喝 那个没什么价值 对 那个没有形成规模效应 对 那这个其实 他用咖啡跟用茶是一样的 你朝上那边 就给你改白 那个功夫茶嘛 慢慢到 一个功夫 现在我们要去一些 土老板的办公室 还是这个 对 他因为要 要有个事做 然后不是两人坐那干凉 对 而且很有仪式感 这些东西 从头到尾弄一遍 满满的仪式感 对 每次你就喝那一小口 像我们这些初人 其实是 很不适应的 拿一个小杯 然后喝一口 对 能不能给我一颗海碗 对 能不能给我加点奶 他也没有奶 就是 只能是喝清咖 就是说其实这种咖啡呢 是不是咖啡比茶要便宜啊 不是 这个 因为这两者都是很大的一个单品 嗯 它从上到下 它应该是有很多成绩 但是好的咖啡豆 听说也有好几千美元 这个一磅的 肯定 那你 那你茶的话 那十八克玉树 对 容紧那 那那什么价钱 对 还有那个 前一段张继忠说 他的夫人把自己家里的白茶 给他四季喝 是上百万的那个茶 那种茶 都是上百万一斤的 那上百万就不知道什么茶 就那纯粹人炒上去的 你像那个茶叶 有个经典的营销案例 就是小罐茶 小罐茶 它真的是 把这个茶卖到了天价 卖到了天价 而且还真的有人去买 它特别适合这种商务送礼 因为它很小 就六七块 然后这个就适合这些商务人士 带着出去喝 而且还能装一下 哦 这个需求啊 对 我之前我看到就是有卖 那种移动的茶叶馆 然后 那你自己的茶 你说的是那种 出山的话 叫挑一杯那种东西 不是 它就是茶叶罐嘛 因为你到外面也想喝自己家的茶 那你不可能把一个茶叶罐端着嘛 而且这上飞机里面也不方便 那个东西你可以把它想象中一个鼻桶 就是圆的 嗯 你在里面装点茶 然后拧上 嗯 带着 还是说咖啡 咖啡这个上海的咖啡确实是 呃 咖啡馆遍布非常广 前几天 我去了上海的郊区 我发现 嗯 在郊区很偏的地方 也有那种独立的开配方 不是连锁的 独立 但是在我看来 这个是很能赚钱的 为什么 因为 要能赚钱的话 那个连锁的肯定会在那开啊 嗯 他要做市场调查 他 他查什么这个客流量 对吧 分析 定位 然后租下来开 连锁的不然指引这个地方 然后你在这为了心怀 开一个独立的咖啡馆 我觉得这可能都是一些年轻人 这些可能是 也有可能财务自由了吧 他就 所以开一个这个东西 呃 也有可能吧 那 比如在杭州有一个 那你上海的咖啡馆 预读如此多的人财务自由 有点不可思议 嗯 对 有点不可思议 嗯 就是所以 开咖啡馆其实是 成本非常高的 实际上是成本很高的 所以很多只有有勤快的人才去开 比如上海有的人就开了一个龙亚人的这种咖啡馆 全是龙亚人服务的 但是星巴克现在也有一些这种店 就是专门招聘龙亚人 那这个还挺有特色的 我记得以前 武康路上有一个叫熊爪的咖啡 嗯 他是 在那个墙掏了一个洞 嗯 然后你点完以后里面 他也是穿着一个熊的爪子 对 好像是有这么一个 这个是很有穴头的一个 在这种网络的街区啊 很有穴头的一种营销方式的 杭州有一个叫尤里西斯书店 其实它就是咖啡屋 里面只卖乔因斯的那本尤里西斯 只有一本书 就只有一种书 它有好多copy就放 很多版本 其实只有一个版本 就有好多本 放在那儿 就是 号称这个尤里西斯书店 其实它就是一个咖啡馆 它的经营执照也写的是咖啡馆 那本书就放在那儿 这个装 理论上是不能买书的 装一种 那去理论上 你也放在那个应该没有 对 没有书籍销售 没有书籍 但是它偷偷卖应该也可以 对 但是它就成了一个特色 好多人就慕名而亡 很多 很多这个书店啊 它光靠卖书 是卖不出钱的是吧 它只能去做一些咖啡 但是我感觉 书店的咖啡 你觉得会来些人去消费 在那儿看书的人 对啊 你在那儿 你像上海里这几个 以这个漂亮的书店 比如说普通人有一个 53楼的躲晶书院 它是什么呢 它靠近江顶那一边 你只能消费 靠近才能去 不然你就在里面 看看这个书就行了 因为江顶也是一种资源 它这个成本应该是非常高的 还有呢 比如说中书阁 嗯 那可能是你在里面想坐那 还有鸟屋这种 嗯 你想坐那看我的书 又不想买 嗯 那你所以买一杯咖啡 但是我觉得 这也没道理了 因为你 当然你可能坐一下 我看很多书 发现这书也就这样 久久 遍遍踩坑了 因为一杯咖啡 可能也跟一个书的家 也差太多了 就现在咖啡馆 基本上都是一些文化机构的标配 比如说每一个美术馆 它都有一个咖啡馆 否则的话 你美术馆你也别开了 这个你连咖啡都不卖的话 你这算啥美术馆吗 啊 是 有很多高级一点的景区 我估计 我估计这个是国家的要求 就是你 如果这个 比如说你平次 又或者文景区的话 可能你必须有文创 必须有咖啡馆之类的 对 有些小咖啡馆啊 其实位子非常难定 一到春天的时候 你像那个世纪公园 里面它有一个叫 一米阳光 一米阳光也是一个连锁 也是连锁 但是至少那个什么呢 是一米阳光是排不上座位的 一米阳光在这个新长谷这里也有 好多地方都有 原来它是连锁 伪装成一个很独特的咖啡馆 还有一种呢就是 有的咖啡馆呢 它其实是提供其他的那个 我觉得一些服务 比如说有的有音乐有表演 你见过这样 有的 脱口秀的有的 有的有脱口秀 对 但是这种一般不是非常专业的场地 上次我们去看脱口秀是个酒吧是吧 就有徐志胜去的那一次 你记得吗 你去了吗 我去了 对就是那是酒吧 那是酒吧 对 就是一般在咖啡馆里很少有演出对吧 对 一般它是在酒吧里演 在国外的话一般是在酒吧 在国内的话 它一般是一个比较专业的场地 就是国外它主要是还要卖酒吗 还要卖酒 国内的就是只卖票 国内人好像大家没有这种一边喝一边去欣赏表演的这种习惯 因为大部分人去咖啡馆还是为了朋友见面或者聊事 或者是谈点事 聊聊天 或者闷头在那做功课 做这个PPT 对 去咖啡馆大多是满这个空间 相当于你花钱 花一杯咖啡的钱租了 但是这个有很多问题 比如说你这个电脑出去上厕所的时候 你要不要带着它 你不带它放那就很容易 座位可能就没了 不是你电脑败了 电脑不敢搁那了 我后来想了很多办法 有一种它是给电脑上锁 还有一种呢 就是比如说这个Mac上它有一个软件 就是当你这个把盖别人给你合上的时候 它会报警 这它的理论上就是说 如果你偷我这个电脑 你肯定要合上盖拿走吧 找你敢合盖 它就想 就是我就说 其实它是不方便的 我的意思说 跟你在家里相比 以及跟你在一个很熟悉的场所 比如说这个老板你认识 或者说你就在这个 我们就说社区图书馆 同样是社区图书馆不单免费 而且社区图书馆 你东西搁那儿 你是敢搁那儿的 其他人无非就是老头老太太 而且他们都是扫码进去的 大家谁和谁都是 就是说他不敢给你拿走 那个旁边还坐一个管理员在那儿 就没有人说敢胆子很大 给你把东西就拿走了 估计还有监控啊 各种东西 但是你在一个陌生的环境 你其实是不太敢把自己的电脑 贵重物品搁那儿去上厕所的 如果一个不能上厕所的地方 是不适合办公的 就不能自由上厕所的地方 你其实是还是对那个环境 还是不熟悉的 国内的我觉得这些买咖啡 就是去咖啡馆的 都是在为空间复合 就是买的服务 所以呢到后来就是大家发现 当然也有人就是一门咖啡饮 所谓的年轻人找自己晚会 晚会嘛 早上咖啡晚上酒嘛 那这些人他喝咖啡 他发现就没有必要 为这个空间买单 因为你又不占有那个空间 对 你在每天跟一个星巴克 这不合理 所以最亏的就是买星巴克的外卖 其实相当于你又没消费它的空间 你又买了很贵的一辈子 那对于这些人来说 这就是瑞幸或者库底的机会 那这个算不算降级呢 我觉得也不一定算 因为据说他那个豆子未必比星巴克的差 人家逻辑也很明显 我是不是没有做你空间的生意嘛 我这也没空间 你拎着就走 你不是每天都喝杯咖啡吗 喝这个就行了 不用喝下去一杯咖啡80% 都是以后的空间 就没有任何意义嘛 就说到降级嘛 我们就再聊一下降级 我觉得刚才讲到社区图书馆 其实这个地方真的是非常好 社区图书馆还有别的优点 就是你可以 理论上讲你可以自己带一杯咖啡去 你不带咖啡呢 其实你带一个空杯子就行 所有的社区的这种图书馆 它都有一个接开水的地方 开水房 有个大的开水炉 其实你就可以灌一杯开水 自己这个 你泡茶也可以 喝水也可以 就是说实际上 它就把你饮料这个钱 全都省了 社区图书馆 相对来说设备也一般标准 如果是图书馆的话 我还有个推荐 就是上诸东莞 上海图书馆的东莞 我相信很多 学会书院也现在 学会书院也 学会书院它是 里面做的特别漂亮 它的形式上非常的漂亮 但是它的座位应该没有那么多 上途东莞 它是整整上下大概七八层 然后你是可以 它实力强到什么 开发了自己的小程序 小程序你不仅仅是可以预约进馆 你可以预约到 具体到某个座位 你预约 比如明天上午 像今天我们工作日 明天也工作日 这个是很好运 当然 它围的确定是距离问题 它在浦东 很多如果是你住的 不是离那特别近 但是它在浦东也是非常核心的 而且它有地铁什么的 其实是非常方便的 那个图书馆你去了以后 你累了还可以去看书吗 它所有的座位上 都配了电源 阅读灯 是非常贴心的 而且你就放那 一般人也没啥问题 而且那个层高 那个彩光 真的是在那是 心旷神移的一种感觉 这个是很好的 我都说不辛苦 这是降级还是升级的 因为从体验来说 是大大升级 但是它不要钱 如果你是个音乐爱好者 我还推荐你去 杭州图书馆 杭州图书馆 专门有一个音乐阅览室 之所以有这样的阅览室 配备了黑胶唱片 还有唱机 还有很高质量的 孙赛海尔的这个高档的耳机 所以有这样这个高档的设备呢 就是因为杭州的前任市委书记 叫王国平 他自己是个乐迷 所以他就指定说 咱们这个图书馆 一定要建这么一个 建这么一个音乐阅览室 我还在里面听过 确实是那个音响质量 还是非常好的 而且有的唱片 你还可以借走 建筑就可以到 所以说这个 其实如果你仅仅是空间的话 还有很多的选择 并不说一定要去 这个很贵的星巴克 星巴克的空间 现在只能在下降 原因呢 就是各种各路豪杰都去那 乡亲的 还买卖的 现在好像消停了 经济下滑 以前那个创业热潮的时候 每一桌都是几十万 几十亿的生意 然后这个会很吵 很吵的 也很讨厌 对 但是这个咖啡馆呢 毕竟是一个城市的象征 包括我们老家那种小地方都有一些咖啡馆 但它不经历是咖啡 它是三合一的 咖啡加甜点 再加茶 就是实际上它是一个饮料馆 但是咖啡听上去也很高 大上了 所以它也 拿好多人在那打牌 好多人有打牌的 相亲的 还有那些卖保险的 就是也是一个很高 这咖啡馆以前上海也有很多 比如什么迪欧咖啡 或者上岛 什么都是类似 对 那是早年的那些 现在也都没了 好几家 已经消失的一些咖啡馆了 对 以前都是一些改聘头的地方 但是现在就是咖啡馆越来越吸引年轻人 尤其是这些 我觉得自己创业建的咖啡馆的 还是挺用心的 至少他们很认真的在做 当然现在竞争也非常惨烈 尤其是我们上海 我们那一期聊的便利店 便利店对他们的冲击都挺大 挺大的 而且所以现在上海 我上次有朋友在点了一个外卖咖啡 才几块钱 加上运费 才几块钱 七八块钱 这个就很难想象 它到底是图什么 然而这个店也是一个连锁的 反正现在连锁的非常多 对 现在如果你想喝一杯好咖啡的话 当然最好的选择是自己做了 自己如果做没这个条件的话 那么其实不一定飞到咖啡馆里去喝 你可以点外卖 或者是走进一家便利店 就可以喝到咖啡 包括那个麦当劳也有 对吧 对 麦当劳 麦当劳普德基叫K咖啡 对 他们也都是想复制 对 所以咖啡和上海现在简直是密不可分 一提起上海就是咖啡 我记得我有一个朋友是内蒙的 他说他小时候来上海 就是去一个小卖部买东西 然后看到一个咖啡 他不知道什么东西 然后就问这是什么 然后那个老板很骄傲的说这是咖啡 我们上海人每天都要喝的 这个是人家让周立波跟赵本山合作 周立波来了喝咖啡都能吃大饭了 咖啡果然是上海的买办城市的一个标志 对 其实咖啡据说对身体还是有好处的 尤其黑咖啡 据说对心脏的功能的话是有一些帮助 好像是对肠胃都有一定的好处 但是喝多了肯定也不好 尤其现在你加那么多奶和糖的话 那其实就是糖上瘾的问题了 这个也不好 对 酱香咖啡我觉得就是这个问题 它其实加多的是甜味 对 其实它是靠甜味而不是靠咖啡 如果你去意大利的话 可能喝的都是很纯的那个浓素 意大利就是狗都不喝美食啊 对 只喝这个 对想不喝都不行 不喝不准走 好 这里是两句饭 我是刘苗 我是王沛 谢谢大家 我们下次再见 下次再见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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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